蘿蔔糕一塊塊在油鍋上 撿到子子作響 表皮撿到金黃 老店開在苗栗通宵鎮的 白沙豚拱添公行 秘質泡菜配上蘿蔔糕 好滋味讓小英總統 也曾自掏腰包來品嘗 營業多年的知名老店 貼出公告 為了保證餐點品質 提醒八十年次以前的顧客 不准喊阿姨 就是這一篇公告在網路爆紅 引起民眾熱烈討論 網友提問到底是被叫了多少次 才會氣到貼出來 也有人說叫美女才不會失手 還有網友笑穿這根本是威脅 通常如果是一般早餐店 通常都孩子會叫阿姨 對啊 我就是禮貌問題 而且比較親近的感覺 我也都叫阿姨 然後他如果有特別寫什麼牌子的話 應該就會照上面的叫 叫我大姐什麼都可以 我也都可以 因為我們服務業 都可以接受客人的稱呼 講什麼稱呼 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儘管多數店家 不在意客人如何稱呼 不過店家貼出公告 貼心提醒 該怎麼稱呼 就像在考驗消費者 有沒有尷尬 又不是禮貌的幽默 三立新聞市議會 黃孟禎 陳秉豪 苗栗採訪報導 9500 2 2 2 4 1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